今天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同仁堂国药3613 选择原因是 在经济情况和前景改善下 香港零售销售年升6个月 政府统计处公布 今年5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 临时估值是345亿 按年上升18.4% 香港零售协会调查显示 旅游相关的零售商预计 暑假生意额可以录得单位数 至到中商位数的增长 策略上 本地精选股可以留意保健板块 例如同仁堂国药 中港两地通关之后需求爆发 市场看好同仁堂国药 今年经营持续向好 第一上海指出 香港市场去年下半年起 已经恢复较快的增长 随着中港两地在年初全面通关 预计同仁堂国药 2023年将会保持双位数的增长 中信见头预期 公司2023年盈利加快增长15%至7亿5千万 走势方面 同仁堂国药 近期运行至前一密集区 大约是13.5%附近有承接 昨天收报14.2号4 大家可以在13.8%附近吸纳 上网前顶16元区 跌穿13元就适宜减测 上网前顶16元区 即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